责武旁贷 三星文正好报道 台北花博找来500担任环保亲善大使 大跳花朵舞 台北市长郝龙斌碰上歌手500 两人大跳花朵舞 全都是为了替花博造势 借SHE之后 500受邀担任花博的环保亲善大使 除了把招牌歌曲 你是我的花朵 改成你是我的花博 当然还得来点不一样的 500这回复耍裤穿上用废弃垃圾 做成的衣服和摩托尔一块走秀 就连在广告里头穿的 也是以前的打歌服回收再重置 这样环保理念可是不宜迷离 那我就想说我把那个衣服 重新支援回收 把它稍微改一下 然后就变成一套新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大家可以多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环保也是这次台北花博的 重点概念 像是这栋流行馆 用宝特瓶回收后再制成的宝特砖 作为建材 不只看起来别具时尚感 还是全球第一个零碳排放的建筑 说不定这边的宝特瓶 都有你我喝过用过的宝特瓶 现在变成我们建材的一部分 同时我们建了一个世界有七项第一的 一个建筑物 它不仅能够抗震 同时能够抗风灾 对广环保概念台北市政府还邀请民众一块集思广益 要征选出创意首饰 也会即将登场的瓜博鲜暖场 三约新闻林银致神会报道 台湾还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